我们再去贵州看看 近日在位于贵州同仁的范靖山 杜鹃花次第绽放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范靖山金顶一带海拔超过2000米 昼夜温差大 所以这里的杜鹃花的花期要延后近一个月 此刻绚烂的花朵尽情绽放 将清脆的山鸾点缀得多姿多彩 从宫中俯瞰 奇风怪石云海杜鹃 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 悠悠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方便游客近距离欣赏和拍照 景区还于近日开放了一条专门的赏花长廊 游客们沿着山间小道漫步 近距离欣赏春日的美景 能够在此时此刻 到此地看到范靖山的另一种山花之美 也算是一种幸运 据了解 为了保障景区秩序和游客观景体验 五一期间 范靖山景区每天入园游客量 将从8600人次调整为9000人次 入园时间从上午8点提前到上午7点